我从西伯利亚飞来 五千公里 只为这里安宁而温暖的冬天 我 有意在六千公里的长江之中 只为在此生息繁衍 我生长在三十二平方公里的东湖 今天 是我的首次飞翔 当汉江和长江 在武汉相会 这座自古以来的湿地之城 遍布无数湖泊与河流 生命在此更续齐居 在符合河滩 世界仅存一千多只的青头钱鸭 选择在此繁育后代 武汉 是这种世界级极威鸟类重要的繁殖地之一 在天兴州 每年黑罐都会飞来越东 他们在城市的岸边觅食 以待春暖北归 在陈湖 白鹤起舞欢愉 这片国际重要湿地 是他们驻足的故里 当湿地保护 融入城市发展规划 一湖一景 无限生机 数千年的时光里 水不断塑造着武汉的风貌 形成两江三镇的壮阔格局 十一座长江大桥 在奔涌的江水上一字排开 五条长江隧道列阵穿行 九省通渠的江城 涵养了一千三百余万武汉人 从没有一座城市像武汉这样 以丰富的湿地资源 承载着千万人的生活 这里淡水总面积 占全市面积的四分之一 现在武汉有了一个新的名片 国际湿地城市 草木繁茂 水清鱼肥 后鸟欺制 无数的生命脉动 诠释着湿地的美好 而他们的繁盛 离不开武汉人的守护 武汉立法在先 全局规划 退于还湿 生态移民 从大东湖治理 到长江大保护 从六湖联通 四水共治 到海绵城市等工程 大力度推进了湿地的系统保护和生态修复 更是在长期实践摸索中 形成了政府主导 部门协同 社会参与的湿地保护和力 三十余个非政府组织机构 二十余万志愿者 陆立同心 共护湿地生态 如今武汉的一百六十六个湖泊 全部纳入了系统保护 人与自然 在这里相互守望 从古老到现代 武汉湿地生生不息 自然与人类修妻与共 相容相生 一成山水半成湖 湿地孕育了武汉 造就了今天百湖之势的繁荣昌盛 这是自然赐予城市最珍贵的礼物 在未来 武汉也必将更加珍爱这片湿地 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好明天